大家早晨,昨天港股繼續反彈,晚上美股走勢依然是向好的 BBI保譚指標,小視圖、日線圖、週線圖和月線圖的形勢都串好了 你看超短期的BBI是高於50上,分值是77 短期的情況也是偏好,全部高於50,中期維持,甚至連長期都高於50 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認為港股的短期調整應該已經高一段落 所謂高一段落,即是反彈之後,我們會再試試低位支持 如果低位有支持的話,就會新升落 但如果低位沒有支持,就會再往下集,尋一個新的支持 才展開新升落 大市升降指標,我們提到 紅酒不可以,紅酒會低於0 紅酒會表現好些,是正57,最高是正100 那些平均線全部都是低於0 平均線分佈指標是50、50、50、50 和紅酒的最差是0 之前升得太厲害了 穩率指標是50樓上,全部都是偏好 總成交金額呢 現在我們看看大市,國市,都是有輕微的增加 以藍籌股的增加最多,但紅酒股是減少 而在這個紅酒股市跌,成交金額比過去五天平均數是減少 電貨主板市場,大戶主動買股比率 昨天是57,43% 收的時候,是高於過去五個交易日的48,52% 市房是好一點 資金淨主動買入是131億 連續三個交易日是上升的 額增加了 這是過去五十天的情況 過去十天,只有一天是錄資金淨主動買出 接著我們看 成交金額排列 資金流向 十圍1,2,3,4,5,9,10 全部都錄得資金淨主動買入 可想而知,在反彈市場之中 大戶追價買貨 我們再看 這個 用資金淨主動買入 十位 只有這十隻 有些少上榜些 兩隻創了52週身高 分併港交所和中國生物製藥 很多資金淨主動買入 而為其價 payment 值錢淨主動買入 最多 超過十億 都是大隻 襟窮 真央大戶追上去 就算比较过去五天的变动率 全市都是升的 特别留意昨天阿里健康反弹得很厉害 升幅比过往的 加日日的变动率7%是接近2% 10支股票放进去之后 看真正变动率 这支就所为差点 开市的时候安踏体育 因为它是低位的时候 是比前日的收市位低的 到最后收市的时候 真正变动率表现都挺好的 全部超过5% 有港交所和阿里健康 强势 4%的有腾讯和中国生物制约 这些都是大强势股 如果大强势股的沽盘没有出现的话 不积极的话 继续是看反弹的 虽然那个反弹已经是 到了一个初步的目标了 行止期货的15分钟头 昨天是升市 国市期货 国市期货 可以说是横线市况 怎么看呢 除了我拉一条线之外 靠大家拉一条线之外 你看高位一个高过一个 低位一个低高过一个 那就是升市 而在国市期货 不是的 高位一个低过一个 低位一个低过一个 低位一个低过一个 跌市 肥平仓合约正数 两个月份合计 恒指期货 增加了0.69% 叫做不变 而国市期货 增加了6.7% 叫做显著增加 再说一次 恒指期货升 国市期货跌 美平仓合约正数 一边 即是说 好有大户 外资好有大户 昨天开新仓逃利 外资淡有大户 昨天开新仓 今日的市 升幅再升 但是国市期货 跌 未跌 而成交显著增加 就表示 昨天中资淡有大户 开新仓 启示今天国企股 是持续再跌 所以都很明显 今天国企股 除非有很重大 新利好消息出现 应该会跑输蓝筹股 再看二十大券商排行 他们的最多买卖 被动买卖的金额 都是外资来的 涉及股票 如果正被动买入 多数都是腾讯 投资五位 正被动买出 多数是美特 波巴 其實這個表 除你看股票之外 亦都可以看 衍生权轻 也可以看 牛洪症 不过大家 小心一看 这个 因为那些 多数 99% 都是发行商 都是装家 就是发行商 正被动买入 比如中银国际 正被动买入 這就是6、9、1、2、2代表職業炒家主動沽 我們這樣看 而正被動賣出的5、5、7、1代表職業炒家主動賣 牛證、牛紅證、憲生權證和股票不同 我們看哪些人主動賣 即是職業炒家的行為去跟風 我估計港股的市場會繼續反彈 但彈到多少呢?我會今天稍後在另一段影音分析中 跟大家計算量度升幅目標 然後再推算究竟它什麼時候掉頭到市低位 這段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收看